各位观众,我们接着来讲中共特科红队他们悲壮的羡慕。 上一节我们说到,石济美来到上海之后,率领着总统特务,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。 这就使得中共特科红队下定了要除掉石济美的决心。 那么红队的领导人邝慧安就亲自策划和指挥了这次行动。 邝慧安是广东省新惠人,1903年出生,幼年的时候被过继给一个姓公的吕美华侨当养子,所以改名为工厂荣。 他的家乡尚目清闻,所以邝慧安就练成了一副好身手。 他中学毕业以后去工厂当工人,很快就投身于工人运动。 1925年,省港大网工爆发,邝慧安就进入到工人纠察队,在那里受到了军事训练,并且他结识了一位好友,也是后来中共特科的成员黄阳生。 那么在接受军事训练的时候,邝慧安就展现出他对枪械惊人的天赋,双手持枪,百伐百众,同时他的身手很好,寻常四五个大汉进不了身。 这也给黄阳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后来黄阳生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的时候,顾顺章叛变,正是黄阳生向周恩来推荐,让邝慧安接替红队队长一职。 那么邝慧安在工人纠察队的表现,让他声明确起。 1927年广州起义的时候,他被任命为进攻广州警察局的赶死队队长。 之后他随着起义部队撤到了海陆峰,在红自施循向前的麾向当连长。 1929年,邝慧安因为枪发好,会匕首,有功夫,作风顽强。 被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亲自点名,到香港担任打狗队的队长。 当时的香港反动势力极为猖獗。 邝慧安到了之后,邓发就问邝慧安有何良策。 邝慧安回答说,无他,唯有以雷霆之势,以正士气,以敬效尤。 邝慧安他说道做道,胆大心细,很快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处决了内奸有体人和叛徒谢安。 邝慧安设计让陈铁儿约有体人去中共的秘密据点修理厕所的水龙头。 陈铁儿呢,就是著名的女劣士,刑场上的婚礼的女主角陈铁军的妹妹。 那么有体人听说要去地下巨点,因为自己又可以获得情报,邀功领赏,所以就去了秘密据点。 等他刚刚走进厕所,早已经埋伏在里面的邝慧安,抽出匕首,一个剑步冲到他的面前。 一刀就结果了这个内奸的性命。 而叛徒谢安这个时候已经是针区队长了,邝慧安一高人胆大,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。 他选择在九龙上海街的闹市餐馆,对谢安动手,当场将谢安击毙。 谢安的两名护卫吓得当场逃窜,从楼上往下跳,摔断了手脚。 当时这个新闻轰动了整个湘江,但也正因为事情闹得太大, 所以港英政府贴出了通缉令,通缉邝慧安,不得以邝慧安撤回了广东。 为了掩盖身份,他首次启用了邝慧安的这个名字。 1931年4月,顾纯承叛变,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。 为了重振士气,挽回局势,中共中央专门从苏区调缆了一批新面孔。 这批都是红军中排长以上的战士,都擅神冷兵器和热兵器,会制作炸药,可以徒手杀人。 那么邝慧安也被调到了上海,担任这支红队的领导人。 为了重振士气,打击中统特务的嚣张企业,邝慧安决定以牙还牙,一眼还眼。 他把目标直接设在了中统负责人史继美的身上。 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了,史继美也是特工站的高手。 他为人低调,狡猾,情综诡异,身上露面,并且没有留有照片,认识他的人也不多。 邝慧安一时无法找到机会下手。 就在邝慧安一筹莫展的时候,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出现,就是照片里的这个人。 此人也是特工情报上的高手。 以后我会给大家专门讲这个人,他的名字叫做李世群。 他曾经在上海担任过周恩来的警卫,后来在白色恐怖的压迫下,自首叛变,宣布拖党。 如果李世群在叛变之后并没有交出任何的机密信息,他没有举报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任何成员, 对党组织基本上没有造成任何的危害。 所以呢,负责除奸的中共特科红队也没有对他动手。 那么叛变之后的李世群,在中统那边欲不得志,遭受到猜忌和打击。 所以呢,他就后悔了。 他跟党组织取得联系,说他想回归党组织。 因为李世群这个人的能力,的确是相当的优秀。 因此特科也就顺水推舟,不过提出要求,让李世群纳同名状。 而这个同名状的目标就是丁博村。 丁博村年轻的时候也是中共党组,叛变之后加入了中统,是中统的高层。 后来在抗战的时候,两个人又一起投降了日北,成为了王伟政权特工部的领导人,这是后话。 不过这个时候,丁博村和李世群两个人都在中统CCC的一个刊物《社会新闻》中任职。 丁博村是主编,李世群是记者,两个人配合得还不错,而且私交深厚。 那么李世群在得到了中共特科的要求之后,他也在犹豫。 他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,万一回到中共党组织不成,他还要留到中统这一边。 而丁博村是中统组织里唯一和他交好的人,如果将丁博村除掉,相当于断了他在中统中的后路。 李世群很聪明,他思前想后,就告诉邝卉安,说丁博村他只是一个刊物的主编,并没有太大的危害性。 而且,杀了丁博村,很容易引起中统对我的怀疑,我今后不容易在中统内部搞情报。 因此呢,他就向邝博安建议,搞就要搞一个大的目标。 他的建议正是史基美。 而这个建议就和邝博安不谋而合。 双方一言为定,决定对史基美下手。 双方一言为定,决定对史基美下手。